在所有的 就是所有活着的 知道怎么叫 只有人会问问题 比方说你们家的宠物会问问题 他会不会问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只是想不出来 只有人可以问问题 哪个问题最重要 最容易问 但是最难回答呢 我觉得是我们小时候 我想大家都听过 要你问答第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生在世上 或者说你为什么活着 这个问题是最容易问 却最难回答的 你们怎么回答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 但是不同的回答 就造就了不同的人生 我为了失活着 那就比较讲究失了 我为了爱活着 那就去寻找爱 我为了支持活着 那就能好好地学习 每个人都不一样 正是问题 各种不同的问题 特别是最简单 又最容易影响我们的问题 在催促我们往前走 我们各位都知道 一个学生没有问题 是学不好 同样每个人也是一样 如果对于人生的基本问题 从来没有问过 那他的人生活的是 比较乌里糊涂的 不清不楚的 也活着 但是活着 没有方向感 今天教会 庆贺独显节 这几位东方的贤士 给我们展示了 虽然他们只是东方的人 你看 我们中华文化也属于东方 所以这几个贤士 其实代表了 所有一切的非以色列人 就是外方人 虽然外方人没有圣经 不像以色列人有圣经 经书上记载 我们没有 可是我们 天主也给了我们 给了我们什么呢 给了我们心灵 给了我们渴望 给了我们大自然 我们就会问 这三个 这五三个 没有说几个 有东方的贤士 不过 传统上 我们叫做三位贤士 或者三位智者 或者三位国 都可以 这几个人 看到了心情 他们觉得 肯定有大事发生 或者有大人物出现 我想在中国文化里面 也会有这样子 什么 观天下 就知道要有大事发生 我们每天 反正我每天 看着太阳 看着月亮 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事 这个是比较笨的 你看人家 这个普通方的贤士 人家就 好好地用了 天主给他的 天主给 没有给他圣经 没有给他 所以他不需要研究圣经 可是天主给了他 天空 给了他大地 所以他就看了 他就听了 他就观察了 于是他就慢慢地找到 这真是很了不起的 这几个人象征所有人 世间所有的人 无论他是国王也好 他是司机也好 他是智者也好 或者他是老百姓也好 总之所有的人心中都有一个渴望 渴望什么呢 他渴望要找到 找到一个什么呢 他觉得值得让他跪下来的 什么东西值得让人跪下来的 当然是要比人高的 你不可能跪在一边 什么部分钱吧 这是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给你个钱 摆上一百万 你跪下朝拜吧 当然有人这样做 但是人不应该跪下 比自己低的东西 一定要跪 比自己高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中华王也跪什么呢 跪父母不是吗 跪比我们更 跪皇帝不是吗 是不是 我们不会跪 比我们矮 比我们亲的 比我们不重要 那这几位东方的贤士 他们走了一路 最后 最后找到了这个心 停下来 他们走进屋子里 看见了婴儿和他的父母 然后他们干什么 就极其高兴欢喜 注意 所有天主给我们的渴望 不是天主给我们的渴望 不是别的渴望 都是让人最能感到高兴喜乐 叫醒出望外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他们三个人是国王 或者是贵族 他们什么没有见过 什么没有吃过 什么没有玩过 但是他们见了一个婴儿之后 醒出望外 高兴 这个原本里面是高兴的 不像熟悟祖党养 各位 吃过的人 玩过的人 看过的人 什么事儿 还让他这么高兴呢 一定不是比他想的事情 一定是真正的 那个东西 让他的心里面得到了满足 那就是长到了婴儿 当然 我们知道 奈马哈里的婴儿 就是天主自己 天主成了人的样子 所以 其实所有的人 无论贫富贵贱 都在寻找天主 最后长到了之后 加以朝外 他的心里就满足了 这也是圣奥斯敏所说的名言 他说主啊 你为了你自己造了我们 除非我们长到你 我们的心里面是不安的 可是想法也有人不愿意找 虽然 什么人 跟中方的贤士们相对应的就是黑洛德 还有他的公平的司迹 还有那些智人 对不对 黑洛德什么人 也算是犹太人 司迹们更加是犹太人的 金师 他们有什么 他们有天主给他们的圣经啊 所以他们比外邦人更靠近天主 但是他们心中没有可望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个小小的记载执行我们 很多的基督徒并不是真的基督徒 就像黑洛德和他的金师一样 虽然是犹太人 但是并不是渴望天主的犹太人 所以他们不是真正天主的选民 反而是东方的贤士们 他们什么都没有 他们只有一颗心细 而且那个心细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但是他们心中有渴望 他们才是真正 在马道风云里面 找寻天主的人 那是真正天主的选民 各位 教育不一定是教育 非教育不一定是非教育 教育和非教育的区别是什么 不是领不领喜业 不是进不进教育 是什么 是心中渴望天主 千方百许地去找寻他朝外 这样的人 就是天主也在寻找人 要是教育是教育 那我们教育不得了得了 这个领了几个人 多得不得了在这个世界上 每天在我们教堂旁边走来走去走来 很多的游客都是教育 都领过去 可是他们如果这样旁边 看都不看一眼 他们来这里只是为了走一走 是一顿饭看一看而已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就是教育 也许我们并不是 或者不完全是 也不要以为没有领过去的人 从来不认识天主的人 不是教育 如果他们心中在渴望 在追寻 他们就是教育 所以我们教育都知道 教育的洗礼是好几种 是吧 领洗好几种 一种是 我们都是 水洗 它有一种叫学洗 就是训道 它有一种叫怨洗 就是 没有机会领洗 但是他怨 他渴望 所以你要知道 有多少教育 我们也算不清楚 无论怎么样 我们知道 天主绝对不偏袒任何人 也不偏袒教育 也不偏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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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样 都是天主的孩子 都给了足够的记号 去靠近他 只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渴求的心 我想只要心中有渴望 就会有问题 只要有问题 就会往前走 无论是看到一个心 还是看到别的 有一个人说 主啊 请你给我说话吧 于是天主让树上的鸟儿唱起了歌 但是他没有听到 于是他又说 主啊 请你再向我发言吧 再给我说话吧 于是天主又给了他一个机会 顿时电闪雷鸣 但是他也没有留意 他又求天主说 主啊 让我看到你吧 于是天主让太阳升起 让月亮升起 让星星升起 但是他也没有留意到 他继续求天主说 主啊 让我感受到你吧 于是天主让他看到了一个新出生的婴儿 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的感觉 最后他非常的绝望和生气 他说天主啊 让我 你摸一摸我吧 让我感觉到你的名在 于是天主马上就摸了他一下 但是他马上 回了回手 就赶走了眼前飞来的一只蝴蝶 因为天主正是让那只蝴蝶飞过来 停在他身上触摸他 但是他依然领略不到 各位天主讲话的方式 可以是圣经也可以不是 可以在教堂也可以不在教堂 最普遍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每个人不论有无信仰 都可以看见 听见 触摸到 因此教会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圣言 就是the word 圣言除了血肉 圣言除了flesh 或者是 圣言的意思不只是圣经啊 上主的话 上主的圣言 这个当然是圣言 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 圣言也可以在圣经之外 比方说今天福音记在东方的贤学看到了心 那个心也是圣言 不是吗 只要是天主在给我们讲话 无论接着是什么 他都是圣言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圣言不一定是讲什么的话 也可以是心情 也可以是心里面的可话 也可以是一个婴儿 也可以是一朵花 只要你借着他亲近天主 他就是圣言 所以圣言怪不得 若王说 圣言乘着血肉 居住在我们中间 意思是 圣言无处不在 你只要愿意 就可以触摸到 愿我们回家的时候 都像龙方的贤系一样 他们从另外一条路返回去了 意思是 他们遇见天主之后 朝拜了 他们的生命改变了 愿我们也成为别人的圣言 也成为别人的心 别人的光